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导致呼吸困难的疾病 那么问题来了 平滑肌为什么要收缩 气管壁的甲腹层线毛柱状脏皮 为什么要肿胀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炎症 那我们就来先认识一下炎症吧 炎症是在那机体内发生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的一方是免疫细胞 俗称白细胞 比如说肥大细胞 吞噬细胞等都是它的得力干将 它们个头的能量强 一般都是去碾压对手的 当你的身体被细菌 病毒 支援体 这些敌人侵入的时候 我们把这样叫做感染 你的体内感染了细菌 免疫细胞和细菌打了一仗 就叫发炎 免疫细胞打不过的时候 人体就会升温 这就是发烧 因为体温升高 能够提升免疫细胞战斗力 而且我们平时输入抗生素 说白了 就是在给免疫细胞增添原兵呢 好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 哮喘时 我们吃点抗生素来消消炎 这不就完事了吗 哮喘最牛逼的是 抗生素都拿它没办法好吗 为啥呢 因为哮喘虽然是一种慢性炎症 但是这个炎症并不主要是由细菌感染导致的 除了感染之外 还有一种逗逼的情况 那就是 过敏 这个过敏其实就是免疫细胞 针对自己的好细胞而发生的一场内战 是的 又敌人 好多年的大块头疯狂地攻击自己人 而且一时还拦不住它 哮喘之所以难搞 就是因为它是内战啊 大块头是自己人 好细胞也是自己人 我们都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就会掐起来 所以哮喘是一种慢性疾病 力奔可能根除 它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存在缺陷的疾病 和基因有着说不清楚的内在联系 那么没有敌人的助亲 原本应该是好兄弟的两个人 为什么就开撕了呢 答案就是过敏源 过敏源就像是免疫细胞的童年阴影 本来免疫细胞是可以好好工作的 可一触碰到这些阴影就立刻反常起来了 第一个就是 尘满 狗毛 发粉 没错 就是它们 就是它们让免疫细胞发飙 去掐自己人导致发炎的 而在众多的过敏源中 尘满是最大的凶手 因为尘满喜欢存活在地毯 窗帘 备丹等棉纺之类用品中 所以我们尽量将家中的地毯换成硬面 并经常用高于55度的水来烫洗备丹 窗帘等 如果有人对狗狗的皮毛过敏 那对不起 你就要对狗狗说拜拜了 另外 吃鱼 吃家 赏花 春游 也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 你就踩到滴雷了 其次是冷空气 这类刺激的外景因素 有些患者一遇到冷空气的刺激 身体内免疫细胞的暴敌器就又来了 疯狂地欺负身边的小兄弟 噩梦从此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的嘴巴 戴上一层防护 口罩 再有一个就是情绪 当我们开心 亢奋的时候 在身体内占支配地位的是交感神经 如果交感神经当直 气管就会舒张 哮喘也就没有了可证之计 可是当低落 焦虑 悲伤这类不良情绪来的时候 交感神经早就下班了 这时候 在我们身体内当家的就换成了迷走神经 而迷走神经刚好管着直气管 迷走神经 一兴奋 气管收缩 哮喘也就来劲了 反过来 因哮喘的发作 又会让我们的心情愈加沉重 郁闷 然后进一步加剧病化 如此和血循环 会使哮喘 持久不愈 所以要想控制哮喘 有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让免疫细胞修复童年阴影 不再对过敏源反应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敏治疗 另外一个就是让那个脾气不太好的免疫细胞 不要遇到过敏源 这样就能保证它可以正常工作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什么过敏 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过敏源检测 这样至少就知道该躲着谁了 但是哮喘这个小妖精也不是好惹的 想知道它到底在你身体里怎么行冲作囊的吗 下集 深斗轩就掰着指头 跟你数数它干的那些个坏事吧 下集 下集